然后持续来关注的是云林麦辽 台速六清另游二场的大火意外 大火在延烧了36小时之后 终于扑灭了 云林现场苏志芬下午前往麦辽 关心附近养殖业受损的情况 苏志芬也再次要求工业局 要尽快的启动六清的总体检 并且要求马总统应该要到麦辽 来long stay一下 六清大火延烧 期后不到36个小时 或是终于扑灭 不过对下风处的麦辽养殖业者来说 问题正逐渐浮现 因为他们的文革纷纷死亡 为了解养殖业受害的情形 远林现场苏志芬冒雨到养殖池茶汗 听到业者投诉 苏志芬要求经济部的工艺局 要尽快启动六清总体检 其实很多的公安来讲的话 应该要做一个总体检 我想这个负责任的工业局 应该他应该有的作为 如果工业局的话不在短时间内 启动公安的总体检来讲 我想因为现在乡亲不会放过工业局 苏志芬也透露对六清的五期扩厂计划 要不要继续执行 中央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应 远林乡亲将在八月二十八号到凯道 表达他们的心声 他过去在选举的时候到处再走一走 long stay的话 那还是没有办法深入基层 所以我们很期待828的话 可以邀请总统的话 那我们卖掉来long stay 苏志芬表示 这次大火也消除县政府职权 根本就管不到六清的问题 他不希望将来还平 县府还是被排除在外 明日新闻小组与 连资人SN1小组云林报道